除了炮轰了是马英九之外 话锋一转 又用不开入耳的谐音 辱骂了马英九的爸爸马赫玲 就这样引起一连串的风波 教育部主秘庄国荣 现身台中常常逆转胜活动 面对台下上万名绿营支持者 庄国荣似乎忘了他身为教育部的官员 居然口出会言 大肆侮辱攻击马英九父亲 马赫玲收甘女儿的事 他爸爸每天满口的一道德 来打你在那里 庄国荣语出惊人 脏话都出容 不过他似乎越骂越忘形 猛逼马英九面对中共 懦弱无能 如果他当选 台湾未来可能会被血腥镇压 他在面对中共的时候 很容易膝盖就软掉就要下跪的 所以台湾选上马英九 大家就等着像这两天 看到西藏的情况一样 等着被屠杀被迫害 反对像马英九中短 弱的小闹闹 他就是会演戏而已 因为演戏到胡志强都真厉害了